具体哪本教父好 或者是哪本教父不好 我想最重要的是 通过这个视频告诉大家 有哪些教父 是在浪费你的时间 你不用去买了 教会你选购好教父的方法 这是一劳永逸的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 你们知道教父 书商的营销费是多少吗 你们知道那些名为某某某 什么学霸妈妈啦 藤校爸爸之类的 这些号的背后 他其实都有电商和MCN的支持 包括某英 那些海量的图书推荐 其实教父一直都是下单王 也就是说 可能文艺型的作品 还不如教父卖得好 近两年有一个现状 就是很多的出版社 很多的书商 都转而开始去经营什么 教父了 因为教父能够赚钱 但是这期间质量是参差不齐的 吴在一线十多年 在学校也从一线老师 当到了科研主任 各种大小领导老师 家长也都打过交道 黑白灰什么底色的事 没见过呢 这些利益背后 小姨看到的却是家长焦虑的 像无头苍蝇一样乱买一通 最后这教父呢 孩子不肯做 又或者孩子肯做 甚至乐意做 但最后没有一点效果 当然我想这也要看你是怎么想的 如果你只是想通过教父 让孩子消耗体力 定在那儿 一让我 进行一个低水平层次的循环 那么我无话可说 但根据我的经验 其实很多时候 无论家长还是老师 物质的作业 有多少是有效的 还不是说这个作业 能够让它提升 作业多少 我们会发现 很多学校都是集体备课 大程度上是 学校统一的要求 又或者 某些老师确实也有一些小心思 希望自己这一科 多占用孩子的时间 无论有没有效果 总之 他自己这一科的成绩 不至于太难看 走别人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 占别人的科目的时间做题 让别的科 没有生存空间 看到这里 你是不是有点后背发凉了 如果没有遇到好老师 也就罢了 你如果再去添乱 给孩子买一堆 看似热热闹闹的教服 寻求自己的心理安慰 那真是 我真的也很无语 包括我们的一线老师 今天也给大家做出一个参考 具有指导意义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教服 教服分析以下几类 教材解析类 针对教材的解读 用于吃透课本所学的内容 那我的建议是 这类书 如果你孩子的老师 基本讲解能力是有的 那孩子的上课 专注度还行 就建议不要购买此类教服 而且它容易让孩子形成一个依赖 你知道吧 上课不熬上 反正回到家还可以看这个书 某老牌 教服为例 这个教材全解 其实六成以上的内容 你们凭良心告诉我 他考嘛 他不考 那么这些内容 我个人觉得家长用来自我提升 是可以的 第二个 校内同步练习类 这一类教父是紧跟科内练习和测验 查缺补漏 我的建议是 学校买什么就用什么 发现了问题之后 你自己积累好失误点就行了 自己别再去再买一本同步练习了 你建立错题本比什么都重要 学校有了你在买孩子练完 这个机械性的问题 或许它不会出错了 但是没弄懂的理解和运用的 这种类型的题 它还是不会 这类题不是靠刷题就能会的 第三 单元期中期末检测券 这一类型的综合性更强 可以巩固知识 提高 这类型的教父 综合性更强 可以巩固知识 提高 赔优 这种快速了解你这个阶段 所学内容的一个整体的 把握的情况 我的建议是 学校没有考试的情况下 你可以用来自测 学校有考试 频率 比如说在一个月两次 那你就别瞎忙活了 把学校的考题 每一个角落都搞明白 你就不错了 还要啥航空母舰 诊断好一份试卷 比你刷一百套试卷 要高效的多 第四类 总复习被考类 这类书 梳理了三年教材的内容 整合考题 直线你的升学目标 老吴的建议是什么呢 这类教服 一定不要跟着学校毕业 最后一年才买 最好早一点去准备 理由呢 我就不多说了 全程备考 这是我一直强调的 接下来来 第五 工具书 学科知识大全 背诵整理 或者方便学生 查找学习的 海量的知识点的书籍 这类型的书籍 我的建议是 购买 那种设计的比较全面的 细致的 方便查找的 每个学科 根据需要进行购买 接下来 第六类 方法类 学科指导 学校老师 普遍其实最缺乏的 就是时间 他们被琐事 才产生 无法静下心来 好好研究 课程体系 研究学生 研究学科 甚至没有办法 及时学习 根据考试的要求 和新课程 标准的要求 研究透学科 底层架构 和上层建筑 捉清楚 学科的门道 这类型的教辅书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弥补课内教学的 不足 这在我理解上来说 就是真正意义上的 教辅 它是 俯视你的学科 我的建议是 这类书 不是谁都能写 也不是半路出家 或者是 辅导出个清华伟大的孩子 那些奶爸奶妈 或者是 自己是名牌大学毕业 就能写出来的 学科内容往往是 诗之毫厘 谬以千里 以个案代替整体 以爸妈式的神秘干货分享 替代科学的讲授 那我想 如果状元真的能量产 那一线老师 你今年培养一个 明年你再培养一个 试试 对不对 那很多业余选手 绕一圈 大家看得好辛苦 其实大概率 基本都还在门外徘徊 有道才有术 真正的高手 永远不在术的层面徘徊 而是一开始 就找到了厉害的道法 比如说郭靖 这种天资很一般的人 他只要找对了师父 照样能成为一代武林高手 有方法讲授 也有考题精炼 还有详细的解析 这才叫好教父 有时候一本好教父 可以让你少走弯路 而且说实话 很多人自己遇到好的教父 甚至是老师 他也要留一点东西 给自己 不是吗 好了 今天就先说到这 以后和大家展开来说一说 关于这个课外辅导 你有什么心得和困惑 欢迎研讨 我是语文老师 加教育作家 吴小语 关注 如何在开学第一天的时候 树立好自己的微信 有一点非常重要 一句话送给大家 不安静 不进教室 不干净 不进教室 如果你走进一个新的班级 这个班级里边乱哄哄乱糟糟的 请你千万不要随意的走进去 第二 如果你发现这个教室里面有垃圾 无论是讲台上还是地下 还是同学课桌周围 也请你盯住那个垃圾 不要走进教室 接下来你会发现 当你目光锁头之处 自然会有学生有反应 这个时候哪怕只是局部有反应 你盯住一部分的学生看 比如说他没有在专心的听讲 或者是等着你的到来 那你盯住他的时候 他就会有所变化 这时候只要是班级有一个地方有变化 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就会让其他的部分都发生改变 比如说一个地方乱 另外的地方它也会乱 还会产生蝴蝶效应 越来越乱 但是只要有一个地方安静了 那其他地方也会像受到传染一样 慢慢的就安静下来了 好 那么垃圾是一个道理 你不妨试一试 有的时候我们光靠吼 光靠声音大来管孩子是没有用的 尤其是小的孩子 那么怎么做 我们会发现这个演讲者出场 大场面 伟人出场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呢 你们看 是不是 好 和你的学生在第一节课一定要约定你们看我的手势就好了 当我老师已经生气的时候 我才会张开我的嘴巴说话 但是我们在很多的场合 比如说操场集队的时候 比如说运动会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要出去看电影 组织同学去户外活动的时候 其实你们是听不到我的声音的 这个时候你们就不要等我生气的时候 或者我已经拿着小蜜蜂大吼大叫的时候 你们才听我的 你们就要注意看老吴的手势 当我比出这个手势来的时候 就已经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觉得你们太过于吵闹了 你们需要安静下来 跟学生做好这样的约定以后 你每次真的不需要这么做啊 就是安静 安静 安静 就不需要这样才会有效果 明白吧 因为你记住了 你开学第一天见到学生 你使用的音量和你的气氛程度 那将是你未来教书过程当中的一个下限 我们老师真的会越当越累 然后火越发越不够 那学生越来越不听 那原来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所以不妨一开始就把一切底线先建立好 那么这是你梳理好自己微信的 一个小小的妙招和前提 不知道你学会了没有 希望你关注我 接下来我会出一系列的帮助老师们 树立自己微信的系列视频 和大家一起分享 大家好 我是吴小艺 很多小朋友们都问我说 为什么觉得中考语文成绩还行 可是到了高中的话就断崖式的下跌呢 今天老吴给大家总结了三点原因 你看一看可不可以对号入个座啊 当然还是老规矩 十个赞 那我将陆续更新下一期 当然这期视频涉及行业内幕 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发出来哈 如果能发出来 一定记得给我个大大的赞 首先第一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学法考120分是因为满分只有120分 而你考105分是因为你只能考105分 比如立定跳远 我们中考要求跳过1米2就都满分了 专业的说 这效度和区分度也太低了 你俩都考120分 但是呢 含金量也是不同的 这个隐性分数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们可能到了高中一开始都不行 但有的同学突然发力 他很快就超过你了 那毕竟有一部分能力 在中考当中 人家是憋着呢 英雄无用武之地 对吧 浑身不得劲 到了高中 知识难度加深 背诵量也增加了 在能力层面需要你自己分析并解决问题 比如初中老师教你的知识 是让你煮速冻饺子吃 到了高中 要从这个和面开始 自己包饺子 最后吃到嘴里 甚至最好你自己还能通过包饺子 学会做各种各样的面食 是吧 你不懂得原理和架构 其实是很难应对高中的学习的 但是啊 有一种人 人家初中开始就爱吃饺子 老师没说要学着自己包饺子 他也学会了 而且他还看不上速冻饺子 自己已经包了三年 那了不得 到了高中 根本就是人家的主场了 他就是天选的 非遗传承人呢 接下来第二点 就是月卷放水那一幕 全省各市各区成绩 其实在考完之后啊 是要有一个横向的比较的 那自己城市的老师改自己的卷子 那谁会让自己的分数太难看呢 及格率太低呢 优秀率又不高呢 对吧 所以放水改卷导致分差极小 很多题目啊 平时要扣的分中考 可能干脆就不扣了 原本两头肩的这个菱形结构 拦腰砍断 变成了一个三角结构 那你自然就看不出 中等生和后30%的同学 有什么差距了 那建议中考啊 跨市互批 高考跨省互批 但我什么都没说啊 第三 思维没形成 没有前期的积累 其实你很难短期建立连接 思维力是必须长期培养的 最促成不了的就是它了 所以在初中的时候啊 很多老师和家长就忙着去搞硬试了 其实初中的硬试呢 它的上限是非常低的 比如很多同学到了高中就觉得语文太下头了 作文实属最下头 初中小学写语文呢 很多老师都是教着靠背嘛 为什么平均分高嘛 背出来的作文 对吧 高中语文断崖下跌 作文玩不会了啊 看到有很多老师教学生去背作文 去找个素材 然后去变换一下 甚至就是教一些公式 然后来套作文 那这些真的是违背了学科的规律 敢问真正有多少同学在考场的时候 用上了爱上了提高了多少分 那么怎么整活写作 如何长远布局语文学习 点赞十个 下期给干货 这个系列将是老吴长期更新的一个系列 关注 我是吴小易 大家好 我是小易 今天和大家也聊一个话题 你在工作中或者是生活中被开过颜色玩笑吗 那我给大家回顾一下我的一个经历 就有一次我穿了新的衣服 就来到办公室 一天办公室就有一个中年女老师说 小易穿新衣服了 年轻穿什么都好看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中年女老师 接上了一句说 不穿更好看 然后我顿时之间你知道 我就愣在那 我愣住了 因为这个办公室里面 有男老师还有学生 所有的老师都在 其实我那个时候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非常尴尬的 后来我也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那天办公室没有男老师 我会不会没有那么尴尬 后来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这件事情的本质并不因为 有没有男老师 他的本质是 他的这番话语 是指我年轻 我的皮囊是有弹性的 身材是好看的 但是我想问的是 你真的见过吗 那我是维纳斯 我还是大卫 你真的看到过吗 如果我不是一个赤裸的艺术品 那这番话所指的 其实就是我的身体 能够唤起别人的欲望 那么我为什么会生气呢 你仔细想一下 其实是因为我被物化了 进而被消费了 我是因为我被消费而产生了一种愤怒 其实也有很多的社会学者做过调查 女性其实更倾向于在颜色笑话当中去消费女性 它的本质其实是厌女 以及自身能量的一种缺失 那深层次上来说 我今天也想过啊 其实是我们对爱和欲的某种深度的混淆 其实在方方面面都有所体现 那关于爱和欲 我觉得一位德国的学者 有一个非常深入的解释 他觉得爱其实是站到对方的角度去对他进行一种审视 呵护 是站到对方的位置去 观照对方 而欲是把对方彻底的物化 站到对里面 是自己释放自己视欲的一种方式 我们在文学作品里面有非常多的感官描写 那么这些感官描写 说实话就是很多感官 你一旦放大十倍或者是二十倍 这个时候你都会有一种更深层次的爱或者是欲产生 但是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这些描写 它究竟是基于爱还是基于欲 那我觉得我先举一个例子 你怎么来进行一个判断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觉得最为难我的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们会有没有遇到过 大学有澡堂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卫生间 可以去独立的卫生间去洗澡 所以你就要在澡堂里面去洗澡 这对我来说真的即便是分了男女澡堂 但是一格一格的 对面也看得到你 视我相见的那种感觉 我是特别恐惧的可以说 对 而且在我看来 我其实是一个无性别主义者 你能够理解 你把我丢到一个女性的澡堂子里 和把我丢到一个男性的澡堂子里 其实给我带来的那种 不是的感觉 尴尬的感觉是不相伤下的 对 就包括我现在始终都觉得 分男女侧其实是一种最大的霸权 为什么不设立第三卫生间 因为每个人我觉得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无论是精神 还是身体的入侵 其实我们都是格外警惕的 所以我们才后来穿的衣服 我们会有这样那样的一种折羞 一种装饰 对 都是这样的一个进化的结果 直到有一次 我遇到了一件事情 也非常的难忘 就有一个姑娘 突然之间 我在洗着澡就走了过来 我不认识她 她就跟我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搓一下背 我愣住了 那我这个时候是帮她搓背 还是不帮她搓背 搓完背之后最要命的一点是什么 她要帮我搓背 这个时候她说你不搓背吗 你这背没人搓脏 你说我还能说什么 好 她搓背她就发出了一声惊叹 你的背好白 皮肤好细腻 你知道我当时整个人震惊了 因为她是典型的那种北方大牛 我是一个南方的姑娘 所以我真心当时是接不住她这番话的 或者说我觉得她这么一惊呼 周围所有人都在看 你知道吧 但是这个时候很奇怪 我却没有任何的心理不适 就通过她帮我搓完背 我帮她搓完背 我这个心理是彻底脱敏了 我也在想为什么通过这样一个举动 彻底让我觉得好像可以去直视一些东西了 我觉得很明显 其实是因为我明白 因为这件事情我明白了人的身体是可以被直视和欣赏的 但并不是你欣赏的喜欢的你就要去据为己有 那前段时间也有一个事情说 面试的时候有一些女性化妆遭到了批判 我就说她们是为了讨好男性考官的认可 那其实我个人是完全不同意这样的说法的 提出这个观点的也竟然大部分是女性 那我个人觉得女性提出的这种观点 以及她们对待其他女性化妆的态度 其实是对自身性别的不自信 是一种厌气 那难道我化妆就不会是为了讨好我自己吗 讨好同性吗 为什么你要预设说对面是一个强有力的男性 这样的一种预设 这是生活 那在我们文学作品当中 其实也会遇到一些这样的场景啊 描写 比如说对于读者而言 这样的一些感官的描写 它唤起的是你的爱 还是你的欲呢 那我觉得这可能和作者没有太大的关联 如果作者是一个纯客观的呈现 那就要看你自己究竟有着怎样的阅读体验 和你自己内心的一个机制的反应了 那举个简单的例子 那之前的话也有人质疑过一些作家 包括儿童文学的作品里面 有一些感官的描写 那觉得放在儿童作品里面是不合适的 那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来判断一下 有时候我们会包开一枚荔枝 或者是当你完美的包开一个水煮蛋的时候 我们真的都会有一种晶莹的像宝石一样 就有一种完美无瑕的感觉 那进而我们会自然而然产生一种什么 我甚至有一点点舍不得破坏它 然后不愿意把它吃掉的想法 那我觉得这种其实就是一种喜爱 你想要站到对方的立场上去保护它 想要一直呵护它 守护它 那其实我们翻到曹文轩底下的感官描写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几乎都是出于这样的一种爱 它本质上是私无也 那就像在澡堂子里 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坦然接受别人看我的目光 以及我自己去指示别人的目光呢 或者说我觉得如果作者有感于像这样的一种呈现 或者在他那根本就不存在感 或者是不感 正是因为心里头干净 所以我觉得也才能够非常客观的 就是主观的描写 呈现出这样的一种场景 或者是一种感受 我们把爱曲解为欲子 其实是这些年欲望没有得到释放的结果 那说实话 就是对这种人我是非常同情的 但是你又觉得他很可恨 恶意满满 鲁勋先生说 一件短袖子就立刻想到白臂膊 立刻想到全裸体 立刻想到生殖器 立刻想到性交 立刻想到杂交 立刻想到私生子 那中国人的想象 围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其实我觉得 这也让我想到 有一次访谈节目 于飞鸿在和几个男性聊天的时候 就也聊到过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男主持人 是非常不礼貌的提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不谈恋爱不结婚 那你如何解决自己的生理需求呢 然后于飞鸿直言 男人和女人不太一样 男人可以把爱和性分开 但是女人不可以 没有爱情的生活 注定是悲哀的 那我想如果到今天 人类作为这种高级动物 如果到现在 还在去用洋剧和封建道德 看文学作品 那我觉得 说实话 你不如自己去买个充气娃娃回家 还有就是有一些宝宝 一天在抖音里刷那些拖拖跳跳的小姐姐 你怎么回到家看到你儿子 看这样的一些内容 你就能炸毛了呢 那你是不是 也觉得你儿子是在看抖音小姐姐 我们都是在用自己的立场 自己的判断 固有的一些观念 去看待别人客观呈现的一些东西 那关于之前我们提到的 就是那个姐姐生的飘飘的 这段话其实是出自汪曾祺老先生的作品 如果不知道 你搜一下西南连大的历史 了解一下 我想如果汪老要是活到今天 看到大家像这样去解读他的文章 你就算是拉凉火车皮人来 他都能够把你妈回家 最后 那我真心的呼吁 其实女孩子们真的应该 从心底里面 学会自信 学会自己去生在自己身体里面的能量 做一个优雅自信的女人 对 借用汪曾祺老先生的一句话吧 文章里面的一段话来作解 枝子花粗粗大大 有香的胆都胆不开 于是为文雅人所不娶 以为品格不高 枝子花说 去你妈的 我就是要这样香 香得痛痛快快 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今天就要告你孩子 该打还得打 告诉你不要打孩子的人 你不看看他是谁 是别人孩子的父母 或者他自己还没生过孩子呢 而别人的孩子是你的孩子吗 那凭什么断言不该打孩子呢 别人的孩子一般都很优秀 这优秀 难道没有可能是天生的 比如 我有两个孩子 一个孩子呢 从小就不规矩 好动 注意力不集中 坐不住 讲道理呢 也根本不听 另一个呢 从生下来 就很安静 爱笑 还特别懂得察言观色 你说这是我培养的吗 那肯 那我估计很多鸡娃号会告诉你说 胎教很重要哦 对吧 你要把两个孩子都教育成理想的模样 你说这方法 它能一样吗 我说实话 谁愿意把真实的教育历程和你分享呢 这些例子呀 它都是非常典型的个例 而又凭什么 人家会把一个不太理想的孩子教育的理想之后 人家愿意把这个东西分享给你呢 这个课不应该是天下最贵的一堂课吗 我曾经的同学 动辄哈佛耶鲁 清华北大 我确实在他们身上呢 看到了很多闪光点 我的学生呢 双一流藤校本说博联读 根本不稀奇 可是很多时候 你去问老同学的爸妈 阿姨 你怎么培养他呢 让他这么优秀的 我没怎么管啊 打麻将去旅游 不打不骂 他也就勉强考上了个清华吧 然后你再问同学 那就更谦虚了 最后一个学期 一不小心一努力 就上了北大了 其实我也没想到 说实话 我身边更多的是复读几年考上北大的 以及打打骂骂 吵吵闹闹闹 最终成长成才的孩子 那你觉得哪个更贴合你这个生活实际啊 哪个更真实啊 作为教育工作者和二胎妈妈 我负责任的告诉你 对很多孩子而言 不打是不可能成才的 你就像抗生素 绝大多数时候 它是可以救命的 当然癌症那不行 该打你还得打 特别是小孩子 它动物性的 大于人性 但是咱们呢 就不叫打孩子 咱们叫惩戒 这和打有区别的 惩戒什么意思呢 咱就试论试 你这要求一定矿定好了 然后呢 它违反了这个原则之后呢 你用打造成的疼痛 加深印象 其实这个呢 和背书的时候 那个肌肉记忆的原理是相似的 而且打在很多的场合 其实它对孩子的伤害 是小于言语的伤害的 那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在外边排队的时候 生活期都很安静啊 孩子们都在外边站着排队 这时候有一个孩子站歪了 或者说他在讲小话和别人 这个时候 如果你大吼一声 某某某 注意 别讲话了 生奇了 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他要么摆你一眼 要不然呢 稍微听一小会儿话 然后呢 过一会儿又 吱吱吱吱吱吱 就这样的一种状态啊 那这个时候 你宁可做一件什么事呢 你 悄悄走过去 蹬一下他 打一下他的手臂 这个时候 他没准 会觉得 感谢老吴给我面子 站好 其实这个动作呢 他不叫 他言诡上说不叫打 这叫一种警示 这种打 就是一种善意的提醒 他会记得你的好 因为你保存了他的面子 那确实有的老师呢 也会对孩子动点手 但是为什么人家不追究呢 孩子也不追究呢 那前提其实就是信任 那么你打孩子 为什么有的孩子会记仇呢 打的前提是什么 其实就是信任 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 要怎么培养 你想想 你和领导 如果能处好关系 和你爸妈 你能处好关系 和你的伴侣 你能处好关系 和同事 你能处好关系 你把以上的智慧 忍耐 毅力 勤劳 给他都综合起来 叠加buff 我相信你大概率 也许就能和你自己的孩子 处好关系了 教育好孩子 和自己相处好 我想是一辈子的课题 关注我 我是吴小艺 大家好 我是吴小艺 想变富 想上清华大学 我想看你怎么学语文 就知道了 这些年 如果说 看了这么多学生 其实确实 在学语文这个学科上 最能体现出 学生的一些 基本的素养和能力 如果在我们眼里边的富人 他们是锦衣玉食 资源丰厚 那我今天想说的 就是这类人 今天我不想说 什么富人的内心世界 也要丰富 我不想和你玩 三观的文字游戏 富 就是富 咱们今天的语境 可就是它的原意 富有 你们一定会觉得 富人们从小 就是培养孩子的 这个马术 高尔夫 基建 这类贵族运动吧 不 他们只有一个原则 就是 你能够交到朋友 开心快乐就好 不是因为你学了这些 你就高贵了 而是因为 你本来就有钱嘛 你就高人一等 对不对 所以别人目强 把这群富人给捧贵了 所以他的这些运动 也就自然而然贵了 当然你也不排除 凑巧有一部分人 就是喜欢这些项目 那有钱人不喜欢 这些项目的 我想大有人在 只是没告诉你罢了 那大家也有可能会看到 这样的新闻啊 就什么李嘉诚的儿子 坐火车 睡地下 买战票啊 这类炒作 你们也真的有人信 李云迪的手 都保价了十几个亿 大公子 真睡通铺 只有一口气 买进全球限量版的鞋子 没有缝缝补补 又三年的公子哥 可最后人家还是赚了 为什么 这叫垄断 普通人 你心心念念的呢 到最后 你还是想买一双 这样的鞋 你不还得找人家吗 这叫越有钱 越有 那么什么是 学习上的垄断呢 你们可以打在公屏上 或者留言区 和我讨论一下 我一个同学 高考400分 他搁上北大 他上了清华 后来呢 大家说 他是足球特长生 于是很多人呢 就去模仿了 心想 足球特长生能上这个 北大 那么低的分 那我也搞特长 同样是特长生 你最后发现 我怎么可就上不了清华了呢 后来 我们也才知道 人家老爸 直接捐给了清华 一栋楼 那说到这 你又觉得老 太悲观了吧 你又嫉妒了吧 是吧 有什么可嫉妒的呢 各位 如果你要真给北大 能够捐一栋楼 我如果是哈佛校长 我作为中国人 我但凡有点私心 我让你走后门读哈佛都行 知道吧 那 那穷人 真就 没有路可走了吗 不 咱 也不能那么悲观 这不是咱们今天这些视频的核心 毕竟 该借鉴的 还得借鉴 那富人注重培养孩子 什么呢 学习很重要 意志力 更重要 脸皮 还要厚 学习是无处不在的 每时每刻 培养孩子的意志力 从小就培养孩子不服输的意识 锻炼意志力的方式呢 其实 真的是有很多的 最廉价的就是 跑步 除非你想穿一双上万块的跑鞋 对吧 那不廉价 游泳 摊眼 打篮球 其实也是可以的 你很难想象 你让一个青春洋溢的孩子 去打高尔夫球 那你还不如跟爷爷奶奶 去打门球 对不对 我想说 那什么人会这么培养孩子呢 那是小资产阶级 小手工业者 小作坊主 小药商 岛爷做的事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别人相信 相信自己 因为他自己开的车子 住的房子 养的儿子 都很高级 那这样 生意不就能成了吗 当然 如果你恰好 就是我说的这类人群 那咱们后边 也可以好好聊聊 小资产阶级 如何培养孩子 那大企业家养孩子 孩子健康快乐 是最重要的 容易抑郁的孩子呢 他有个特点 心态善 脸皮呢 又太薄了 富人养孩子 书本上的内容 实在学不懂 孩子愿意 就请私教 不愿意呢 就发展什么 发展特长呗 那再不行 咱就期待他 心理健康就好 总之啊 对分数的这个期待 远远是低于 普通家庭的 给孩子一片森林 孩子自然 不会走极端 他不会在一棵树上 吊死 因为有了钱呢 这个确实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可以弥补 很多的不足 姚安娜不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吗 你要混娱乐圈是吧 好的 老爸出钱就行 但这个家业还需要有人继承 对吧 那怎么办呢 多生啊 总能生出一个有基因优势和后天成才 继承家业的吧 但是 因地制宜 因财师教 真的只属于资源丰富的阶层 别的孩子 自古划山 一条道 可是咱也不能给孩子太大压力 咱给不了一片森林 但是 咱至少可以给孩子看到森林的机会吧 我想 只要你看到 只要你给他眼尽 那这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可能就不会来的那么容易 不是吗 而语文 其实就是为孩子的生命 打下底色 那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学课 语言的力量 真的是不可估量的 那除了重视心理健康之外 那富人们还比较看重的是孩子的知识面 见识 眼见 那我有一个学生 他爸是香港企业家 妈妈是日本人 家里有四个孩子 小的弟弟呢 比较贪玩 自律性差一些 但爸爸呢 就是希望他能学好中国文化 中国历史 写一首漂亮的汉字 以后把国内的这个市场交给他 就要求什么呢 好诗呢 给他好好讲故事就行 那我吃惊的是什么 一节课 除了在给他讲述 就是在回答他的问题 再有趣的内容 他也能比较理性的跳脱出来 提出自己的问题和思考 这真的非常考验我的知识储备 好在他也挺喜欢我的 最后他和哥哥姐姐一样 顺利去腾校读书了 家里根本不在乎升学和考分 当然评价体系是不一样的 那人家这孩子呢 也不浇惯 每天自己骑自行车到学校上学 上的是国际学校 而这里的国际学校 可不是咱们知道的那种 学几门语言 那种小班教学 考个雅斯托福准备出国留学 那种天价国际学校 而是各国驻华大使 外国的驻华公职人员 和外籍人士 专门送的学校 学校没有什么集团冠名 也没什么商业化 也不是你出钱就能进去的 再说一条 没有苦难 谈何美好 没有劳动 谈何珍惜 那我呢 也不是富人家的孩子 但因为有一些积累 生活呢 还可以 那很多家庭条件差的人 经常会对我有这样的一种反应 比如说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如果刚工作 我买了一辆这个mini cooper 他们一定会说 我就是被包养了 你们知道吗 还有我某天可能换了一条裙子 其实呢 就是地摊货 知道吧 但是有人硬说 这是BV这类低调大牌 那我真是没办法 可能人家也是抬举我 其实说白了 就是在为自己现阶段的无能无力找借口 为什么呢 别人的成功都是拼爹拼妈 对吧 你看到别人有成绩 都是幸运 都是捷径 而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自己扎小人身上 是吧 其实啊 穷人最宝贵的经历就是苦难 但如果不能从苦难中走出来 那就是深渊和地狱了 其实很多成功人士心里边的苦 你也未必理解 你生活在恨意当中 自然看不到善意和美好 这个播种 施肥 除虫 收获 这劳动的过程 很多孩子都没有经历过 你不靠自己劳动创造财富 急功近利 自然天上不会掉馅饼 掉下来不也得有守株待兔的耐心吗 你至少得有耐心呢 是不是 我想说 富人特别注重孩子的社会实践 劳动参与感 原因正在于此 因为这个过程最容易产生人生的大智慧 消除那种为父心词 强说愁的小部位乔亚的通病 所以有的孩子可能家里边条件并不好 但是却养出了大小姐的毛病 这也是很常见的 之前我也和大家分享过 我对北大夫中这类名校的看法 大家可以回看一下 我希望这个视频可以消除误会和偏见 那么咱穷人的孩子要如何培养呢 你这个照搬富人的标准肯定是不行的 那哪些可取哪些要换呢 语文学习最典型 甚至我想告诉你 语文学习的方法和态度 直接决定了你未来能不能实现阶级跃升 以下几个方面 我们必须重视 第一 注重阅读和知识储备 无论哪个阶层都没错的 这一点 越穷的人看手机的时间越多 而且孩子的交友质量和他的阅读量 是成正比的 第二 注重方法和基础 咱可能没钱请傲术教练 没钱请私教 但咱可以来老吴的视频白嫖啊 抓住学科学习方式 很抓基础 你也能脱颖而出 毕竟 要想超过富人 记住一点 没有太多危机意识 没经历过生活苦难的孩子 他的心不够细 也不够严谨 第三 可以找一个开销不大 但可长久积累的兴趣爱好 坚持到底 十年 任何人在这个领域 都可以成为专家 你背骨诗 转课 制作这种传统的香道香粉 对吧 研究东巴文字 等等等等 你千万别和我说拼乐高 太烧钱 不适合穷人 那么 这个兴趣啊 可以发展成职业 多一条路总是好的 谋生的手段 非常的重要 你得先有了这个 你才能够发展别的 别学偏文 奉劝一句 容易掉坑里 千万别炒股 别相信捷径 不要盲目相信 不加甄别的 学习富贵阶层育儿方法 比如什么好妈妈 胜过好老师 蒋方装母亲的育儿法 哈佛女孩某某某 比尔盖茨退学 成了富豪 对吧 状元之路 我想说 这些真的都是 个例 是包装出来的 而且和您的阶层 出路太大 您容易误读 不是吗 最后 希望所有关注我的朋友 都能实现理想 大富 大贵 富在精神 也 富在物质 拜 大家好 我是吴小艺 什么是穷人思维 有什么样的标志 首先第一 对成功的捷径 无比迷恋 不分享酸葡萄 二级罐 矛盾体 那我觉得呢 综合图书 表现在以下这一点上 在学习中 既向往情怀 又拒绝物实 有人说 学语文靠情怀 哈 No 你见过哪个企业家 卖情怀成功了 罗永浩吗 所以 人家值得尊重 尊敬 那你语文 如果说考了60分 我也说一句 大哥 我敬重你 虽败犹荣 这 你考点都没有乱清爽呢 鬼迷日野 你玩什么情怀你 这一期 咱务实 先把你的心态扭过来 首先第一 老吴发现有很多同学 好高物语 看有人比自己学的好 就觉得学霸都是死鱼眼 竖带子 而自己 起初觉得是学习这块料 自己呢 你起初可能觉得自己 就是学习这块料 可是你又不肯努力 或者说 努力一阵子 没成效就觉得自己好丢脸 尤其在遇到几个不爱学习的同学 你就跟着人家 走着走着 你走偏了 玩废了 真啦 第二点 还有一些同学 完全的脱离实际 比如上一期 我不是更新了一个 一个视频吗 一个月 干完红楼梦的那个功利做法 就有人 我不是更新了解 我没想到 很新了解 他很新了解 你不要耽决 你认识 不航空 不航空 那可 不航空 不要合法 你说 Зна 你 有 酪空 你 我 三个字 背 读 写 千万别去研究定义 那用语法来逆推 那是语言学家做的事 你一定要先积累现象 再去破冰 天天坚持 绝不放弃 一定会有收获的 那举个例子 就拿一段文字来说 你读它 不如背它 效果好 你背它 不如你自己内话后写出来 就拿咱们最头疼的文言句式来说 比如这个定语后之句 马之千里者 你不理解 你就读它 读它一百遍 熟读成送 那最后你造个句子 人之无言者 你不就都明白了吗 考试要考到了 比如说这个句子 一骨爪牙之力 筋骨之强 你能立马就反应过来 这就是定语后之句 闭上眼睛 你不应该都知道 这力和强 应该是修饰词吗 难道你还要去研究 定语后之 简单和语中 定语是修饰和现实名词的 一般方在中心词前案 在文言文中 有时为了突出中心词的位置 强调定语所表现的内容 或者是语气的 我们经常说文字公底好 语文好的人 咱们会这么形容他 说这个人肚子里有点墨水 这里的墨水两个字 他的能力要求不是积累 实际 而是运用的层面 但运用的前提 它就是积累 否则 啥都是虚的 尤其是告诉你别盲目迷恋 捷径 那些蒙猜大法 都是事后诸葛亮 你按套路蒙对了 你就赢了 但大概率很多人还是会拉垮 这和炒股的神号有啥区别呢 你还不如炒股有规律呢 老规矩 点赞超过十个 下一期咱们误个虚 和你分享一个结论 老吴观察无数界学生后 发现学生未来富不富贵 看中学如何学语文 就知道了 踏踏实实学 鸡小流 盛奶茶 没问题了 下期见 哈喽大家好 我是吴小易 最近很多同学都要我给寒假的一些计划 其实我想说你做再多 你方法不对还是不行 就算你再刻苦 你没有走进正确的逻辑框架 你可能还是会适得其反的 所以我前思后想 我觉得不如今天就给你我这十多年来总结的一些方法 按照我的方法 我觉得这个假期最合适的 其实就是去搞定你的作文 打一个比喻 就是一只孔雀 你把他的毛全都给拔掉了 那肯定就不好看了 我觉得你想要让他在语意丰满的那个时候美丽动人 他必须有孔雀的骨架也才行 那也就是说人家原来的结构是不能塌的 对吧 写作文也是如此 那很多同学从初中开始就陷入作文的这种低水平的那种层次循环的怪圈 那比如说利益浅 一想深刻就没有办法发散 字数还不够 长篇题 于是你就想 我就反复点题 就复读机了 就变成一篇作文 有没有 这样反反复复当中 你发现我的利益怎么就越来越浅了 我就流于表面了 要么就是字数不够 我就凑字数 凑字数又导致偏题 发现没有 偏题呢 又反复点题 又想深刻 无法自拔 字数又不够 所以这就陷入了一个作文低水平循环的怪圈 那今天我想告诉大家 作文其实也是有一个万能法的 只不过老我不想把它说的那么夸张 但是我相信你学完这一招 一定会让你的作文支冷起来 那今天老吴要引入一个概念 比如说我们在遇到作文题的时候 总会发现这个作文题里边 它会有一个核心概念 比如说我说下面这几个词 你就应该有体会了 工匠精神 联大精神 冬日哪样 这都是从题目里边提取出来最核心的内容 那咱们以工匠精神为例 它的内涵有什么呢 认真细致 这是态度层面的 探究创新 这是方式层面的 那还有就是超越世俗功力 这是价值观层面的 那如果你要写有关工匠精神的作文 对这个概念 你就做出一般性的理解 比如作用 比如说是说具有工匠精神的人的工作态度 是认真细致的 说到这儿 如果你以逆向思维去思考 工作认真细致严谨的人 不一定都能配得上称工匠精神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认认真真做事 那你没有创新 你也不超越世俗的功力价值观 我觉得是不可能真正做到工匠精神的 那所以认真细致是最显而易见的一个层次 而超越世俗功力的价值观 那应该说是一个更深刻的层次 大家看过那个我在故宫修文物吗 其实这个节目里边就很好地诠释了大国的工匠精神 你在写作的时候 如果把你个肤浅的内容作为你写作利益的第一个点 那显然是非常不讨好的 而且你不容易深刻而超出你的同类型的作文 比如说刚才讲的联大精神 有人说是什么呢 是刚毅和坚拙对吧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除了刚毅坚拙之外 其实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 家国精神也是尤为重要的 我们如果要把这个核心概念给用好 那么要有几个步骤 第一就是你要学会阐释这个核心概念 这是你写作的第一步 第二咱们要追问核心概念 这个内容相对复杂一些 怎么追问呢 具体的来说一说 在深入的开展去分析这个核心概念 比如我们可以围绕核心概念去思考分析 不只是审题利益的需要 也是分析说理的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方法 那你要想真正用好这个概念分析法 你就可以从概念的来源表现本质和意义 四个层面来追问和探索 把这个具体的概念分析清楚 具体有哪些方法 首先第一要对这个概念进行一个意义的阐释 那在这个阐释的过程当中 肯定就会出现一些你自己的想法 那最关键的是 老吴这个自己的想法要怎么产生 我就是产生不了怎么办 第一我们可以用拆字法 那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盲这个词 那比如说我很盲 那盲这个词怎么写 树心旁一个王 那用我的拆字法就是 心盲就叫做王 这个观点就通过拆字 那体现出来了 但大家也可以去借鉴这一段话 节选自鲁书园的书生一起 大家可以戒评 还有呢比较辩析法 那比如说知识和文化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但很多人呢把它弄混淆了 那比如说有知识真的等于有文化吗 对吧 那再比如说忙碌和充实 忙碌和充实的区别就在于 充实是目标明确而有意义的 符合自己的期待的 那学以知用有实际意义的 这叫充实的人生 那就和刚才的拆字法 是不是也可以合起来用一用试试呢 好第四点形象描述法 其实这个东西很类似于 各大up主说的骚话公式 比如说举个例子 就是清欢这个词 清欢 本意是清雅甜事之乐 如果你就一开始就把清欢这个意思解释清楚了 单刀直入 会显得缺少文采 你可以做一个具体的形象化的处理 那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看一看 灵清玄斗这篇文章里面的段落 当一个人可以品味山野菜的 清香胜过了山珍海味 或者一个人在路边的石头里 看出了比钻石更引人的滋味 或者一个人听灵间鸟鸣的声音感受到比蹄龙六鸟更感动 或者甚至于体会了净净品一壶乌龙茶 比在喧闹的晚宴中更能清洗心灵 这些都是清欢 我们的文采是不是就跃然直上了 好接下来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 用好核心概念 首先要分析理解核心概念 理性的去理解分析 我们有三种方法 那第一个是意义阐释法 第二是拆字拆词法 第三是比较辩析法 第二是形象描述 那可以举例阐释 也可以比喻描述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希望大家随时提醒自己 使用逆向思维来进行思考 并提出自己新的 犀利的 深刻的 新颖的观点 好不知道你理解了没有 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 PO给我 我会随时和大家进行分享和解答 Bye 大家好 我是吴小艺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 学校老师不会告诉你的 给分 前规则 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考下试来 你觉得太容易了 结果呢 零分 你觉得有时候好难 结果只扣了0.5分 我和答案几乎一样 结果呢 全扣 没门 两次考试几乎一样的提醒 怎么两次给分差距那么大呢 你有时候觉得天哪 完了没几个字一样 结果最后一看满分了 你直接怀疑阅阵阵老师的鼠标 惯性了 有没有 那比如说这道 人物形象体 有时候要答精神品质 而有的时候呢 就只答人物的性格就行了 你有过这方面的困惑吗 语文阅读 该有标准答案吗 那我想说有考试啊 其实就有标准 标准答案 其实就是学习的方向 你同意吗 我们先来搞清楚 什么是考试 考试是一种知识水平的 鉴定方法 有鉴定呢 肯定就会有标准 那考试可以检查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知识储备 这一点和言有敬而易无穷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文学解读 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那试题的评分标准呢 是经过层层筛选打磨后得出的 阅读题有答案 但是谁都不敢说这是绝对标准的一份答案 你考完试老师们拿在手里的那一份叫做评分标准 试题是命题人出的 评分标准呢 是阅卷人参考命题人的意志 在阅卷过程中 预估考生的认知水平 结合考生的实际作答情况 在三斟酌后给出的才分点 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把语文学习中遇到的答案 做一个区分 那老吴认为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敲重点了 第一 参考答案 一般练习或者教辅书后边的答案 会给出解题的一些思路 有些呢 他请列出了关键词比较精简 那这些呢 你可以把它看作出题人给出的答案参考 第二 标准答案 这个答案呢 是供教师阅卷用的评判标准 一般不会公布出来 每次大型考试会根据考生的作答情况 对出题人给出的参考答案 做出复分 关键词 答题思路上的一些调整 那用来保证 整套事件的效度 也能够更好地区分不同考生的水平 那为了让大家全面清楚地了解 评分标准的由来 那我今天呢 也送给大家一颗定心丸 分享来自我的前辈兼好友 江苏城语文教研员 徐坚老师 在命题方面的一些具体做法和态度 希望能够打消云 试题在你心中的神秘感 徐老师在组织老师命题方面呢 分享过自己的做法 比如先召集部分的古关教师 讨论命题纲要 对考察范围提醒分值 进行一个规划 然后呢 下发 接着呢 组织三人一组的命题小组 根据命题纲要 独立原创命题 然后呢 在其中一天 封闭讨论 魔题 那这个过程呢 徐老师说 应该还算科学 但是后来他发现 三人模题也很容易 陷入判断的盲区 所以呢 增加了一个程序 找对应学段的一位老师 来进行模拟考试 然后对照答案 再次优化命题 我们从命题专家的日常工作来看 不难发现 一套题的答案 绝非是一个冰冷的机械怪兽 无论是考题还是答案 我想都是经过双向打磨之后 最后期待能够调动大家 知识储备和情感思维能力的一种存在 有些考题还会根据模拟测试者的 做答而修改的更易预备读者接受 答案也会修改的更方便 教师阅卷给分 那说那么多 其实是想告诉你啊 咱们这个评分标准 不是给你的 是给谁的 给老师的 而参考答案呢 参考度 它真心是不高啊 很多人就坑在参考答案上 那我呢 今天就要引入一个概念了 叫做考生的全答案 备考刷题 咱们就是以全答案为目标的 我有把它称作备考答案 其实这才是考生复习时候 应该遵循和训练的答题思路 因为它详尽具体 思路清晰 逻辑严密 考生可以遵循思路来进行作答 而这个答案的特点呢 是由解题思路贯穿 答案的层次是非常清晰的 而且有课文内容综合的阐释 考试之所以公平 就是在于它有标准 之前大家看我的视频 也了解到 阅读题本来就与作者 没有太大关系 那高考是高考 作者是作者 考试向来呢 寻求的是 诠释与过度诠释边界的合理性 你把作者搬出来 有时候只会更加尴尬 培养好能力和素养 是迎接语文新高考 正确的姿态 那么既然这个答案的水 那么的深 那咱们该如何选择好 教辅去刷题呢 那比较传统的教辅 比如在小学阶段的 这个五三天天练 黑马 七彩课堂 初中阶段 咱们有外围实体研究 还有天力38套 高中阶段呢 五三 全品 说老吴按照一个功能 和侧重点来分呢 我们可以分为 底层逻辑原理类的 老吴的那本 一线素养 就是如此 直接和大家梳理了 小说和散文的前世精深 把大家在日常阅读和做题当中的 这个痛点 给大家讲透了 讲清楚了 那还有一类型是什么类的呢 我们叫做内容整合梳理类的 比如说全品 万维 对吧 它是学科基础知识 拉网式的那种复习 为的是让你在复习的过程当中 不要遗漏 要点 那早些年的试卷和真题啊 可以说做的相对是比较传统的 近些年呢 其实也出现了一些刷题类的教辅 那比如说我最近就做了一套 这个高图的2000题 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做这个教辅的直观的一个感受吧 我觉得你选任何的教辅啊 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就是你要精刷 而且答案呢要详尽 层次要清晰 那理科编排 我觉得是要有梯度的 文科要有母题意识 也就是所谓的 一题一定要抵一万题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套书究竟如何 那这套书我当时才买到的时候 确实是觉得有点吃不消 因为太厚了 我历来都是主张说 一定要精刷 刷题的有效性是最重要的 那最后我打开之后发现呢 其实这个题目呢 也不完全多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分为三册 然后第一册 我们叫做两千题的原题 我们就是刷题 本题在这儿呢 然后接下来是半学讲义 那还有一个就是答案解析 那你看答案解析也非常的厚 这样的一本 这个书主要是囊括了 咱们的十年真题 一年的模拟 然后还有奖链的分册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目录 目录整体来说 非常的清晰啊 五代诗文阅读 语言文字运用 等等它每一个内容 都是有非常清晰的结构框架的 同时的话呢 它还有一些新的趋向的预测 这个地方我都给大家做了勾画 那么尤其大家现在选教父 一定要选择新高考导向的教父 无论你是老高考还是新高考 其实新高考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第一个部分是真题 那我们会发现它都是分成了两栏 来进行排版的 那这个两栏排版的话 最大的好处就是避免我们视觉上的一个疲惫 那我也在想它是不是所有题都两栏啊 后来发现 比如说有新的地方 就是这道题 它还是很良心的没有去切断这个图片 那么你切断之后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你把它缩在了单侧会显得非常的局促 而且伤眼睛啊 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我觉得还是挺软心的吧 对我们考生来说 那再比如说真题完了之后就是模拟题 那么模拟题之前我们也看到这个部分 那它是我们的简答题 简答题它并没有给足够的空间 那我曾经也说过不是所有的题 你在刷的过程当中都必须是白纸黑字写上去 那锻炼你思维的方式 你也可以是看完这道题之后 自己想了一下思路就去翻它的什么呢 答案解析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 它的答案解析好不好用 首先我觉得独立成一个分测 是非常好的一个处理办法 那否则我们翻来翻去翻前翻后 真的是很心碎对吧 然后我们直接比如说翻到这个位置 你就能看到了 就这道题的答案 你就可以对比着上下对比来看 其实也非常的轻松 尤其是在看完它的文字解析之后 很多同学我相信还是一脑子雾水 那这个时候我建议你 就可以看一看它这个书籍附带的视频讲解 非常的清晰 一个视频可能就是一两分钟 那你也能够有一个及时的指导 尤其现在大家都在线上学习嘛 我觉得这一套书确实是可以作为一个 大家独立学习的一个小的小星球了 文言文的部分应该说知道难了 无论是真题还是模拟题 所以每一道题都给了大家解析 视频解析 然后包括全文的一个翻译 在这点上来说 也是对大家的这个关怀 好 那我来看一下 这个伴学讲义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在我看来呀 是给那些对于整个学科没有任何架构 没有任何概念的同学 形成一个整体的复习的网络 现代文阅读的部分 那其实你就可以把自己觉得 掌握得不太好的 重点难点的部分给它高光标注出来 然后它配合以导图给大家进行梳理 那再比如说这个部分啊 就是一些重要概念 它不光是讲概念还讲方法 同时讲的还我觉得比较细致 大的干货的梳理 都是以导图的形式呈现 要不然就是以表格的方式来呈现 应该说讲的还是非常清晰的 梳理的也非常全面 你再比如说文献文的这个知识清单 它在排版上也很用心 然后大小字体深浅 然后不同的这个字体来进行一个配合 那让我们一目了然的能够查到 我们想查的字 而且这些知识清单其实就是一个干货 那我们平常这个刷题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来不断的定期的进行一个学习 他介绍到小说的常见手法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他所举的例子 其实是从咱们的初中一直举到高中的 这样对教材的一个整理整合 然后对教材的重视 我觉得也是教辅书当中难得的一种体现 那这套书就分析到这 大家可以根据需要来进行刷题 关注 下一章我们来谈一谈新高考 究竟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导向 下期给大家更新实力 不懂母题吃大亏 那些阅读题里出题人给你挖的大坑 大家好我是吴小艺 如果说学霸之间有PK 那你们觉得对于他们的PK来说 那个至关重要的科目是什么 其实就是语文了 那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吧 那我高中时候呢有两个闺蜜 一个是理科生全省第二名 最后去了清华大学 还有一位呢是文科生 没有考上北大 最后呢只有勉强去了厦门大学 硕士和博士呢都在南开大学就读的 那他俩呀其实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爱阅读 而我呢比他俩还爱阅读 结果没有考上清华北大 可是我语文比他俩考的都高 我绝对是那个让阅读耽误的准北大考生啊 请大家引以为解 可以说最能够拉开学霸差距的 就是这个语文选课了 而有效的课外阅读呢 又最能拉开大家的语文成绩 学好语文写好作文 除了读书 其实真的没有捷径 问题就来了 读什么书 校服书吗 你给推荐一个 哦 no 我之前其实就说过了 校服绝对不是提升语文成绩的捷径啊 那就看课外书 读小说吗 不 跟着情节走 单位时间效率实在是太低了 那你容易陷入什么呢 消遣式的阅读无法自拔 那么课外阅读看什么呢 能够提升语言质感和思维品质的书籍 你就特别想速成 然后觉得这个书你打开看一页 你就能呈现 那我劝你放弃 那没放弃的 请把这期视频内容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我今天来推荐一位作家的作品啊 他的片幕曾经入选了 苏教版高二语文课本 超过了十年的时间 2021年浙江高考语文卷 现代文阅读 就考了他的这个作品 他应该说是一个散文写作的开拓者 独特的风格啊 充分展示了修辞的魅力 那他的作品呢 也结合了散文的语言 小说的结构 没有大量的科普和哲思 周晓峰啊 他每隔几年才会出一本散文集 他自己直言说 几月的同时呢 又有点内疚 编辑特别为难 因为他不特别喜欢去做商业的推广 那么几千册的应数需要几年才能耗尽库存 滞销好像就是他自己的命运一样 那属于别人的畅销奇迹 从来没有在自己这个地方体会过 那确实在市场不景气 人们只看手机 纸质书的江湖地位也被撼动 谁会关心巴尔扎克怎么说呢 人们其实只关心的是扎克伯格 当然在短视频里 五分钟就可以读完《红楼梦》 谁还会去花一辈子的时间 细评一本世界名著呢 那我也经常为了平息缺少阅读的焦虑 买书的速度呢 远远大于阅读 当然也有人买书啊 为了追求满墙 精装全套 他的目的可能不是为了阅读 而是怕别人知道 他不阅读 对许多人来说 思考是负担 而并非是一种乐趣 那关于写作来说 很多作者一出道是令人惊艳 但是很快就呈现那种规律式的下滑 一鼓作气载而摔三而结 因为确实是散文演作耗材大 拿缓生的树当肃燃的柴米 确实烧不了多久 黑暗和寒冷就来了 那作家如此 我们普通读者 那就更不用说了 是吧 况且大多数人都不是太具备 漫山遍野的生活经验 难免停级和荒凉 那当我看到这一套书的时候 确确实实心里面是比较激动的 因为周晓峰自称自己这一套作品 是寄居蟹式的散文 他说自己对于散文始终有着那种 宗教化的神圣感 每次写作呢 他都使用一台词汇量很少的电脑 闲词造句尽量不受到那个联想词汇啊 常用词组的那种干扰 所以呢你就会发现他的每本作品都有着独特的气息 那乍看这套书的封面 你可能还会以为是一系列的这个动物小说 对吧 那打开以后才发现 他其实真的非常适合中学生语 我觉得写作要像海螺不断地封闭自己 曾经的那个枪式才能壮大 离开旧社才能获得积极新生 那周晓峰的散文就能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 他舍弃地就习在更大的空间里 既勇敢又怀有惬意地去成长 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书 尤其在这一套书里边 我特别推荐的就是这一本聚精歌唱 它特别适合我们平常 非常疲惫的时候 或者是利用我们的淋于时间打开听听阅读 它是一种炸击式的写法 也就是说无论你翻开这本书的哪一页 只要你今天能有这么几分钟坐下来 它都可以让你获得一个完整的思维体验 对 那虽然这三本书都是以动物为题 但是呢 散文的侧重点就也有不同 那我顺着和大家说一说 那比如说这一本 有如后鸟 它是以缓慢的书写 揭示了这样的一个深刻的哲理 就是以给予的方式剥夺对方 就像鸟想把天空交给尾棋 鱼想把海洋交给翅膀 最终都死于彼此的慷慨 那这个幻兽之吻的话呢 用了更多的篇幅 探导的是人与动物与自然的关系 那么这本书里有致命的爱 有致死的美和致残的深情 剧情歌唱 这是我非常推荐给咱们中学生阅读的 它打破了散文偏重 讲述个人的这种模式 向外延展的更多社会议题的讨论 对人性进行了深刻的发掘 这本书应该说从修辞上来说 简直是炸裂了 它的语言拓宽的散文写作的边界 那也获得了鲁迅文学奖 非常推荐给大家 还有一本 《村上春树》 我们知道它小说非常多 但是小说我一直觉得 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看 《村上》首次对这个世界 明确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这本书叫《无比复杂的兴趣》 这也是《村上》第一次 对这个世界发表看法 不要老是去看那些什么的作文素材 具有个性化的观点 那它其实也能够激发出 你内在的一些想法来 我觉得这才是源源不断的活水 接下来喜欢古典文学的同学 不妨去看一看《文心雕龙》 那这本书主要的特色是什么 其实如果你拿给我一个 没有注视的《文心雕龙》 说实话我也不愿意去读 那这本书呢有一个特点 就是刚好就是翻译和原文 各一段而且对应的无比整齐啊 特别适合学生去阅读 接下来就是这一本了 那既想去读哲学 但是又无法入门的同学 想让自己变得深刻 但是又觉得相反会体现出 自己浅薄的同学 不妨以这本书为你的哲学的入门著作 哲学家们都干了些什么 这是一本严谨但是又不严肃的哲学书籍 应该说是一个通识读本 特别适合刚上中学 然后想要了解哲学 想让自己的思想能够和这个世界 摩擦出火花的同学 那希望你能够通过一本书 会挑一类书 同时呢也和大家预告 我主编的这个新书 《一线素养》名著导读呢 也即将和大家见面了 我们一起期待吧 如果你喜欢 欢迎分享给更多人 用科普的方式和大家一起 聊教育 聊语文 大家好 我是吴小艺 最近有一个调查研究说 有九成小学生是不喜欢写作文的 背完之后 网上抄够 99只思维顿话 明明是思维和语言的积极碰撞 自我创建和情感的出发 最后它变成了什么呢 一个打卡任务 我想谁会真正喜欢并爱上作文呢 其实第一年级的孩子 课标里从没有要求写大作文 大家估计都被骗了 关于语文教育 网友们一直在和我吐槽 大多数的书读和不读一个样 大多数的语文课上和不上一个样 几十年来语文教育的大病根 一言以蔽之 无脑阅读 无心写作 那如何破解呢 目前网民们 在网上啊 比如说看到一个关键词 他就急着表达 不顾事事开口就骂的朋友 我觉得真的还不如人工智能呢 之前这个胡某语事件当中的那些谣言 还有粉红头发的女孩遭网报 对吧 最后人家自杀了 对吧 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积累再多 没有内化吸收和思考 没有思维参与 没有学以致用 结合语境去输出 廉价的情绪满天飞 可贵的逻辑和理性 竟然遭到了流量的鄙视 当然 很多人也就自然而然的 失去了理性的经验了 而你的人生 要彰显理性的光辉 这确实是需要专业训练的 初中写作的主要任务呢 是让我们感受生活 了解自己 高中写作的主要任务 是训练我们的理性思维 做一个有责任和有担当的人 但是很明显过去这几十年 我们做的都不够好 有网友留言说 哎呀吴老师 我高考语文120多分 我就是靠背出来的呀 背多了我就有写的了呀 哎那我回复啊 关于作文 你这不叫写作训练 你这叫读 目的是积累 而我谈的是输出 我没有否定积累的作用啊 但是呢 写作作为独立的课程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它一定不是背 大部分人只能浅层次的看到 目前写作的困境 是基于语词和素材匮乏 这个事实 而我呢 直入核心 跟大家讨论的是什么 是语言思维 能力层面有本质上的区别 这其实是极其专业的一个问题 也是语文学科近些年的转向之所在 不明白 也不怪你 因为你正处在问题的这个中心嘛 飓风的中心 温如鸣先生曾经说 语文是人文教育 而不是文人教育 我们培养的是社会主义接班人 不是封建文人 为什么有人对被作文这个方法坚信不疑呢 我也想了哈 就所有人都在给你一个强逻辑 你发现没有 就是观千见而后时气 操千曲而后小生 操是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说你已经明白了写作原理 就根本不用消耗大量的时间 去感知别人的作文 那操 直接写 就能写出成品啊 看再多其实是没用的哈 这好的教育 其实就是要缩短掌握原理的时间 提高写作练习的效率 人生没有几块能给你拿来练手的废料吧 拿别人的作文教作业 这既没有阅读的参与 更是写作上的作弊 本质上是自作聪明 那下一期我们说说具体该怎么破解 怎么去做吧 关注 我是吴向一 大家好 我是吴向一 上了学你们会发现 最大的骗局就是课表上的自其课 我说实话 最可恨的就是那个早读 早读所有人都得来早 而且班班都在PK 比谁来的早 然后来的早呢 领导还是表扬你知道吧 一表扬 那比如说今天是7点50 全班就到齐了 另外那个班呢 下周就7点半到 另外那班6点50 在那个班6点半 5点半 就卷起飞了 就简直是 苦的是谁呀 苦的你也是学生 因为你们永远要比老师到的早才行 对吧 老师来是来点名的 你们必须在老师之前就到 有的老师也到的早 这可亲可敬 可爱 没办法 为了这口饭吃 这早读啊 真的是最不理解的 就是在那个早自习上 啪啦啪啦 被数学公式 啪啦啪啦 读一串 自己都不知道在读的什么东西啊 什么书啊 这美金音乐什么呢 加深印象啊 就是让你的记忆力 就是在早读期间 非快加工 我想说你觉都睡不够 你上什么早自习啊 你有那个时间 不如多睡一个小时的觉 有多少同学是真正睡满七个小时的 可能大部分同学也就每天睡六个小时 我保守估计 那你睡六个小时 你早上起这么早 你那早读能有效吗 我不管你读什么了 你读公式定理 你被离骚 我告诉你 你现在哪怕被金刚精 你都没用 你那大早上来 脑袋混沌一片 盘古开天辟地啊你 你当我们都是盘古啊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啊 论种地也没这么早起的吧 所以拼命地学 学不死就往死里学 太残忍了 但是这个残忍背后呢 其实是我们内驱力的丧失 就是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内化 吸收 就是自己在学习上 应该去处理的那些东西 就是更不用谈什么费慢学习法了 然后记忆深加工了 你没有时间的 你一切都在做 重复的无休止的机械式的劳动 你们是这样 家长是这样 老师也是这样 那这样能提案出 比人工智能还优秀的人类吗 这是很值得怀疑的 以我的经验 你的自习课 几乎就变成了什么 好则变成写作业的课 坏 则变成什么呢 几乎就是语术外老师 把这课给要去 拿来干嘛 赶进度上课去了 有没有呢 但是说我这自习课 就确确实实上的是自习 老师什么也不管 反正就让我们把作业赶紧做完 有同学也未必把作业做完 对 就因为有同学未必把作业做完了 所以你们的作业量也就到那了 最怕的是什么呢 有同学在自习课上疯狂的做作业 到最后 诶 自习课结束了 作业全都做完了 你们就卷起来了 你们就有无休无止的作业要做 这作业一定不是做完就没有了 我告诉你们 作业在老师这儿 那你是越做越多 越做越有 所以呢 内卷既然是这样卷起来了 你会发现自然而然 你的老师呢也就开始着急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一科的作业已经做完了 那回家就可以再留半个小时 那一科的老师看到 哎呀天呐不行 我这一科也要拼技巧拼业绩 为什么呢 因为语数外好了 如果我的物理不好 大家就会觉得是我教不好 那拼命争取时间干嘛呢 无外乎就是多布置你作业 多拿时间来考试 多考几次 老师也就安心了 你承接好的那科 无外乎就是老师投入时间 投入的多 对吧 管你管的紧一点 你就把它给学好了 投入时间多 但是真正 你能够在这个学科上 获得多少灵感 获得多少学科的思维 那咱就不好说了 但总之 有一点非常致命的点 就是 你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 你甚至也不知道 哪一科学习是你喜欢的 你只知道你哪一科成绩好 哪一科成绩不好 你也甚至不知道 你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 甚至你不知道 这个学科的明天是什么 为啥 因为你的自习课 本应该是自我学习提升 温故而知心的 现在这自习课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赶进度 你以为进度赶完了 就能够解放了是吧 No 上课进度赶完了 依旧迎接你的 是考试刷题 讲题 考试刷题 讲题的循环 所以 你以为老师轻松吗 老师也不轻松 因为老师也没有时间 回去消化吸收这些内容 他只有这本宣科 所以为什么这个世界上 出现了很多PPT式的老师 出现了很多念教案的老师 因为他们确实没有时间 去反思自己的教学 他们只是一味的在应付教学 为了完成自己的基本的业绩 所以呢 只有死 抠你的成绩 而抠的是那些什么呢 最好提升的死题 只要每个同学把死题都做对了 一个都不做错 那这个是可以靠时间耗的来的 而那些高思维能量的 高思维能力程度的题 却没有办法去让每一个人 都享用一下他的思维方法 老师也没有了创造力 老师也没有时间想说 这个题很难呢 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所有同学都听明白呢 他没有时间想 体现在哪 他明明晚自习 听好 也是自习 对不对 你们有多少晚自习 是真正的 在写作业 在温习功课的 没有吧 全是老师在赶课 所以老师在赶课 他就没有时间消化吸收 他甚至连看闲书的时间都没有 他更没有时间给他的爱人 给他的孩子回家去做一顿饭 那他的创造力何来呢 很多年轻的老师 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 那他的创造力又何来呢 他都在课堂上给你赶课了 有没有 这就是晚自习 最大的骗局 就根本不是自习 晚倒是特别晚了 但是呢 大家都在赶课 有没有 你要说这晚自习 同学们觉得不可选 我们的晚自习 真的是想好好做做作业 你别傻了 同学 如果真的晚自习 是所有人都在做作业 你的作业做完了 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作业就真没完没了了 因为只要你把作业做完了 会有无数的老师 再给你添加回家的作业 所以你回家睡的会更晚 你还好在 这个晚自习是在上课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你家长也很支持啊 晚自习上课 省了我补课的钱了 因为上课 总比自习好啊 对吧 这充分说明家长不信任你啊 不觉得你是可以在自习课 通过自己的努力 学习到知识的 所以最根本的 你看家长也不信任你 老师也不信任你 老师也不信任自己 家长更不信任他自己 让你回家来自学啊 或者他辅导你 他完全没有这个勇气 所以现在就造成了 你被所有人抛弃 抛弃在自习课上 然后呢 赶进度 赶完进度的 一个恶性循环 就继续刷题 就是低效的重复 再来看 这是最没劲的 也是大家最讨厌的 早自习 早自习就在比 哪个班起的更早 哪个班到校时间更早 然后早自习干什么呢 也不是自习啊 早自习是全班统一 在背书 在墨写 在写小条子 然后老师收上去批改 然后不对的同学呢 课间老师会 见风插针的来找你 所以你有可能每一个课间呢 都不要喝太多的水 因为为什么呢 要憋尿 知道吧 你憋不住的话 老师来找你 你没在 那你就严重了 你知道中午留下来 或者晚上留下来 天呐 就是死恨绵绵无绝其 你知道吧 所以真的很惨的 现在的同学 每天从早到晚 一点思考自己的时间都没有 那谈和内趋力呢 谈和自己的人生理想呢 然后你们的课表上的 所有的课 如此的虚假 如此的虚伪 所以我真心觉得 想到现在 我已经喘不上气了啊 所以咱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看 如果是让现在的家长和老师 当现在孩子 你们愿意吗 而且我说实话 你们就说自己想当年怎么着 想当年我怎么着 我那时候怎么着 你敢让过去的你 穿越到现在来试试看吗 现在的孩子压力极大 不说了啊 从一到一千名排名 未来还很有可能 难找工作 我觉得我是非常同情理解 当代年轻人的啊 但是真的 我觉得我们 也得要好好想一想 未来要如何去突破这样的一个壁垒 我们也才能够成就更好的自己 谁说这教师用书 是教师才能看的呀 那老婆饼还是只有老婆才能吃的呀 教材系列学生篇 今天和大家见面了啊 新年级上册的教材为例 那么跟大家好好说一说 如何用好教材进行学习和复习 复习时候抓牢这几个点 你想要考杂都难 那我们来看教材 七年级的上册 我们来看一下教材的目录 首先看目录 为了明确一个点 就是主和词 以第一单元为例啊 这个有星号的标志的课文 我们叫做什么呢 叫做自读课文 没有星号标注的 像春河济南的冬天 这个属于什么呢 属于老师的讲读课文 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你觉得单就文学常识 这个基础来看 朱自清老舍重要 还是刘战秋重要 对吧 这个很明显 肯定是第一课和第二课的作者 更重要 那么所以这就是 一个小小的技巧 我们的讲读课的课文和作者 相对而言 他的重要性都要高于 我们的自读课的课文和作者 好 那么你通过看这一整册的教材 目录 我们就可以发现 哪些作家是重点 要我们掌握文学常识的 再拿第二单元来看 秋天的怀念 还有散步 石铁笙 魔怀器 你说三文山二手重不重要 它有泰格尔和冰心的文学常识 也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究竟哪些重要 哪些绝对的不重要 我想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历年我们其实都会给大家 这个重点掌握的作家作品 也会给大家梳理出来干货 第一单元为例 我们还是看第一单元 这个古代诗歌四首 这四首诗 是一定要去背的 我们到时候 一会儿我们到时候 根据课文内部教材来看 应该做怎样的一个细化的学习和复习 那你看到第二单元的一个构成 第二单元是文言文 这部分的内容都建议大家 能够尽早背完的就尽早背完 然后怎么背 不是死尽背 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之上去背 所以当我们看完这一整个期上的目录 我们有三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明确主刺 然后第二个任务 我们需要去反复落实 好 最后那就是要优化你的笔记 我们怎么来把自己的笔记优化 然后这样的笔记才能真正的适合你去提升自己的基础知识和能力 这样是一目了然就能看出就能筛出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来 那你对于熟悉的作家其实也是我们常考的 那对于一些比较生气的文学常识或者是作者的信息 那比如说这篇这篇对吧 我觉得就是了解就可以了 然后一定要对应好这些作家他们的朝代 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作品的题材 以及对他们作品集的概括和评价 这些内容都是不能出错 不能装关你带着 接下来我们以单元导读为例 来看一看第一单元的重点 有一些什么 上面这个要求的话呢 是我们同学复习的要求 可以这样来讲 那么我们在复习的时候呢 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想象文中描绘的情景 想象情景 领略景物之美 也就是说景物的描写 景物描写的美 以及它的作用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单元的要点 把握好 重音和停连 感受汉语声韵之美 这是老师也要落实的 是吧 你自己搭上朗读物就行了 注意揣摩品味语言 品味语言重点构化下来 那其实可以看出来 它要品味语言的角度 就是这个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手法的表达效果 所以我们复习的关键词就是 比喻拟人表达效果 就这三个点 你都必须都明白 我们以春这篇文章为例 这个部分的蓝体字 我们叫做预习的提示 我们来看一下 散文朗读课文展开想象的翅膀 想象 描绘 春景 感受 蓬勃声机 好 那你读完这篇文章也好 还是没有读完这篇文章也好 你都应该知道 这篇文章里面 它使用的一切描写 都是为了反映春天的蓬勃声机 表达作者最春天的喜爱 所以把握住了这个主旨 你也才能更好的去阅读 或者是再回头再复习这篇文章 那么在读文章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 把一些容易写错的字 或者是注识当中有 课文当中也有标注过的字 那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这个字词就是一个重点字词 那你就是需要反复的 在理解当中去记忆 并且学会使用它 那这样其实是可以升格你的语言的 用到作文里面 好 再来看注识一 一般文学常识在哪里 都在我们的注识里 你需要把它勾画下来 归纳下来 并且去记忆它 这样最好是形成你的文学常识笔记 但是不用记那么长 得取关键字来记就可以了 好 同样的我们看一下这些关键的词 都是容易写错的 那么遇到关键词之后 每一刻的关键词如何处理呢 不光是勾画下来 还需要反复的在考前去听写 听写完之后 找到自己容易出错的 那么初一的话是有填字格的 可以对应着 把字也给练好了 在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如果有考到书写题 我们使用的字一定是 真凯 反复的去听写 去摸写 好 然后最终你的目的 其实是要筛出容易出错的 那部分的内容 好来看思考探究 如果你对这篇文章的把握 还不够透彻 那你完全没有必要去做其他练习题 就以春这篇文章 你最熟悉的文章为例 你去思考它课后的三个练习题 通过这三个练习题 你其实可以学会做这一类型的练习 这就是真正的好的题目 它的意义之所在 所以建议大家 不要轻易的去刷题 而是抓准一类型的题 反复的去看 那你说这类型的题答案在哪里呢 我不建议大家到市场上去 随便买一本所谓的教父书 那直接看什么 教学参考 看老师的教餐也是最好的方式 好 然后再来看积累拓展 这部分的内容 也是可以当做重点题型来复习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部分是紧紧的扣住 我们这个单元的要点 和这个篇章的要点 来给你设置题目的 所有的重点 难点全部在课后习题上 接下来 这个部分是什么内容呢 这个部分我们叫做知识栏 这是我们教材编写者 给我们单独列出来的一部分 语文的硬核知识 那么这部分硬核知识 你就必须掌握了 而且呢 比如说像比喻这个修辞手法 你要去接他的例句 理解的基础之上 你还要学习 他怎么来一步一步 给你进行一个赏息 等等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股市 反复去落实 去墨写 那么如果有家长的话 老师的话 你可以去让学生抽背 抽墨 反反复复 不能出现任何一个错别字 然后你最后可以做这样一个处理 就是把每一首股市文当中 容易出错的字 把它都圈出来 把它全部集结在一个笔记里面 这样当你看到之后 你就会统一地提醒自己说 在墨的时候就不能出现这样的错误了 讲读课的古诗文后面 也有思考探究题 那你如果要进一步地复习它 也是把这几个题目思考透了 就可以了 那这部分的积累拓展呢 不一定是非要考你墨写的 中考也不一定会考这些句子 那你可以用来积累 变成你自己的作文素材 接下来我们看写作专题 其实整个新教材的编写 是非常注重阅读和写作的 他提到的一些细节性的观察和训练 我觉得这几个题目都适合贯穿在 孩子们整个初一年级来进行一个 片段写作联系 那么如果是作为复习 那么在这个单元的复习当中 肯定就是要学会观察生活 写生活当中的小事 学会继续 文言文的复习把握一个原则 就是你的字词的意思 理解 全部都要回归到原文当中去理解 你比如说这个第七注释 咒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你就必须把这个咒子 放到这个句子里面去解释 然后加点 咒识 集的意思 平时可以让孩子把这个注释标注在课文上 然后如果一旦是形成记忆了 希望把它放到笔记里边 这个笔记不是什么都记啊 而是记 通过你听写之后 它写不出来的 或者是记忆有错误的 一定认认真真一个一个的落实 好 那至于文言文当中提到过的这些 人物的文学常识呢 那建议大家还是知晓 再来看名著导读 名著导读 可能我们很多家长都知道会提前一个学期 在上一个学期结束之后的假期 就开始翻阅这本名著了 但是翻阅名著 不是无目的的翻阅 很多老师就说 不止给你们这个假期就是要看这本书 就什么都不说了 这肯定是不行的 那你需要去对这本书的阅读任务做一个梳理 那么你必须提前去把这个教材拿过来 看一看究竟对这本书 它有一些什么样的阅读目标 那么我们一定要看好阅读目标 在布置阅读任务 那如果说是复习阶段呢 就一定要好好看一看 这个部分 我们对于张花西石这本书 它的介绍简介 它的地位 它的评价 包括某些重要的章节 有一些什么样的赏息 可以说教材上面给到的这些信息 都是一些要点 但是它不一定直接会来考你这些要点 有一些省事的中考 更偏向于细节性的考察 而有一些省事的中考题 更偏向于阅读方法的考察 所以这个根据自己的中考的考清 来进行一个复习备考就好了 但总之告诉大家 这个部分的内容 读就是读 懂就是懂 否则如果你不读 不懂装懂 这块内容你也是拿不到满分的 一定要有真实的阅读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 宇德斯基自读课文 那自读课文怎么来看断呢 你看 一个是我刚才说家的新号 在目录上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自读课文旁边 你总会发现会有一些批注 会有一些问题 那么这个部分 我们专业的说叫做 注读系统 来帮助你去完成这篇文章的整体阅读 所以这样的课文虽然是自读课文 但是我们也从来没有说过 自读课文不重要 而是自读课文是运用前面 这个单元前几课学到的方法 那你综合运用到这篇文章当中 自己去解决一些阅读过程当中的问题 这本书推荐给大家 教师教学用书 谁说这本书只能老实用的 是吧 我也推荐家长和同学 复习的时候在这本书里面找答案 因为这本书里面的答案 相对而言它还是比较权威的 人们教育出版社来编著的 你不相信它 你相信什么呢 好 复习落实 三个内容 第一个就是知道这册书的主次 同时呢 反复落实最重要的东西 那什么东西对于你来说是最重要的呢 你还要做个性化的笔记 所以叫优化笔记 不是上课老师记的所有都是最重要的 而是你要筛选出来 对你来说最容易出错的那部分内容 教材上的基础已经占到了考试的七成 如果你能够把这七成分都拿到 你的阅读写作能力在线的话 你的语文基本上是非常高的分了 我们经常发现语文考试考不好的同学 多半是在于 他根本就不知道要落实什么样的基础 那语文成绩应该说是所有学课当中 最容易稳定住的 那么最后的话 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内容 有时候很多同学说 那我基础已经没有问题了 我要提升我的阅读和作文 我不能只是靠教材 那我要源于教材 高于教材 我怎么才能把我的阅读和作文 我的底子给打好 助力我的高考呢 我推荐给大家我的作品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目录上的内容 半部分都是在告诉大家 如何建立阅读的整个的一个体系 从文体的源头来追溯 那么就可以让大家有一个非常深入的 有浅入深 有深入浅的人知 然后呢 再运用到我们的语文学科的学习当中 告诉大家如何去进行一个备考 而且是俯视高考的角度 所以这个书推荐给大家 可以好好再去看一看 是有非常有助于大家去进行一个 整体的语文学习和规划的 然后下一期和大家分享高中复习备考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 欢迎关注我 吴小艺带你一起上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吴小艺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咱中学老师最喜欢什么样的小学毕业生 中学老师其实最喜欢 教小学就被培养出叛逆人格的学生 有人说为什么你会喜欢这样的 是吧 我首先我很喜欢这样的学生 为什么 一会我说理由啊 但是大部分老师我相信 喜欢的是这样的小学毕业生 如果所有学生都这样 那我问 要你中学老师干嘛 要你老师干嘛 你还能教育啥 是吧 这类不造人喜欢的学生 都有什么特点 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就是丢三落四 说明这孩子没有自主意识 他以父母经常为中心 惹是生非 说明他没有集体意识 经常以自我为中心 而卑卑其其 很自卑的学生 是没有目标意识 总是以他人为中心 是吧 我们好好思考一下 那有机会我们也说说 这三类孩子要如何教育 我为什么会非常喜欢这种 小学时候被培养出 叛逆人格的学生 那我说实话 小学时候就讨厌 小学老师的这些学生 他们都有一个 什么样的特点 第一说明他有主见 他为什么叛逆你 证明他有思维 他不同意你的做法 第二 他又有点没找得到自己 那其实对于这样的学生 第一 用爱和智慧来感化他 那我觉得他会特别的服气你 第二 你能够看到他身上的闪光点 那么你就彻底赢得了 学生对你的尊重 我就想说一说 为什么从小学上来 学生有的 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叛逆人格 我们老师把学生 想的真的太白了 你知道吧 就觉得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作为上位者 什么都可以一指气使的对学生 学生那个时候小 他不会反驳你 但是他内心里边 已经种下了一颗叛逆的种子 这个时候他就会把 对你的这种印象 去搬到哪里 搬到中学老师这里 然后结果发现 中学老师不是这样的呀 他突然之间对你好感 倍增 有没有 我举一个例子 如果班里没有学生 没有带文具 没有带书 或者学习用品 你同一个做法就是 去回家拿 打电话 让家长送过来 好 如果你都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 无区别的对待学生 那么以后到了中学 其实我们中学老师 只用做一件事情 就是 嗯 好的 这次没有带的话 那 老师把书借给你吧 同样的一件事情 我的一个学生惊呆了 老吴 可以吗 我可以拿着你的书去吗 我可以啊 没事啊 我借你我的书啊 很正常啊 我也会忘记 带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的时候啊 所以 学生拿着书的时候 看了我几秒钟 惊呆了 好 结果这个学生 真的在我的课上 再也没有忘记带过书 反而有一次 是我自己书籍忘在了食堂 走得太快 然后我就非常坦诚的跟学生讲 我说实在不好意思 老吴今天没有带书 谁能够把书借给我 看一看 我的书忘在食堂啊 走得太急 全班都把书借 那这个班是怎样的一个构成 我们每个班的倒数五名 然后放到了我的班里 啊 这个很酸爽是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吴小艺 最近的话 应该说很多朋友都特别希望 我能够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让那些 不爱学语文 或者不爱学习的孩子 提起学习兴趣来的 好 那今天我跟大家就分享 一招一件事 然后看一看能不能获得 那么一点点启示 好吧 还是老规矩 十个赞 我就更新 下一期继续出招 好 那今天说的是 让恨死语文的孩子 爱上语文 还要学好语文 那我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呢 可能没有很多老师 才接手一个班 或者才见到一个新的班级的情况的时候 你们总会拿到学生的一份名条 而这份名条上边 其实是有他的过往的成绩的 甚至是过往的老师对他的评价的 我不知道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处理这个名条和过往的成绩 如果有方式可以PO在公屏上 那我可能会和你说 那你就假装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吧 可是这么多年 给我的启发是 我根本就不care这个东西 我不在乎它 那你如果知道了 你都宁可假装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 它会使你对学生在一开学的时候 就产生一个极其可怕的刻板印象 但是孩子其实是在成长和发展的 他小学即便是个差生又怎么样 他中学初中毕业了 他即便成绩不好又能怎样呢 其实你对他的态度 你的一个眼神是很能够令他感受到 你对他先前的一个形象的感知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试一试 比如说现在我的眼神 对吧 就是轻微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你可能都会觉得 好像真的是不太一样 是吧 所以我就希望我们老师 不要因为之前的这样的一种印记 然后呢 影响了自己的心情 同时也影响了对他的反馈 那我举我其中的一届学生的例子 我当时是既是教科研主任 然后同时的话又是备科组长 带着两个毕业班 我那一年非常的忙 但是呢 不光是年纪上的陪优班要带 年纪上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班 叫做辅差班我要带 那这个班是怎样的一个构成 我和大家说一说 是每个班的倒数五名 然后放到了我的班里 哇 这个很酸爽是吧 我第一天推开门进到那个班 所有学生要么是在打游戏 要么在吃东西 要么在 要么就是在哔哩哔哩干杯 对吧 我真的就是凉凉了 但是我突然间发现 他们有一个爱好 我竟然发现有三桌子人 都在下五子棋 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你们不就是爱下五子棋吗 是吧 然后写不出来作文 然后你不愿意背诗 今天姐就借一个五子棋来 我就借了一个那个 学教人下围棋的 你们知道的那个 非常高档的那个器材 然后我就把它放到了教室 我说行 今天老吴就让你们上台来 PK一下五子棋 可如果有一个要求 就是你们每下一颗棋 一定要背一首故事 我都看你啥时候能吓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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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下对了 诗也得写对了 第一波先自愿来 第二波就我点名来 好 那个月月玉试 开始上了下棋了 后来发现了 这个要想下好棋 还得把诗给背溜了 那于是我说行 那现在先去背诗吧 反正下棋棋艺你们已经有了 那接下来呢就是诗艺 对不对 那得要自己好好积累一下 好 结果下去就开始背诗 十分钟之后 你会发现原来可能十个小时 都没办法背完一首诗 这可好 这十分钟十首诗就背完了 你看他其实根本就不是不愿意背诗 他是真的不想背 他没有动力背 而且他没有好胜心在学习上 可是五子棋这件事情 他是激发了他的好胜心 那接下来 好 你们感受到了下棋和背诗之间的 这个联系和魅力了 那有的同学就觉得 哇 太刺激了 在下棋的过程当中 我那个煎熬啊 第一是我要想棋怎么下 第二是我要想诗怎么背 好了 作文素材是不是有了 一堂特殊的语文课 一场特殊的五子棋比赛 你让他在课堂上 成功的体验到了他心里的那种变化 胜利的喜悦 举其不定时的那种胶着 犹豫和紧张 对吧 那他有了心理体验 他就能够把这些体验画成文字给写下来 因为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有想赢的欲望 每个班我相信都有这几类孩子 沉迷游戏的 喜欢追星的 酷爱篮球的 等等 那么这些年 其实只要你有耐心 善于去发现 他们其实都能够被语文吸引 为什么呢 因为世间万物 我觉得都可以是语文学习的源头火水 那么最后 跟大家总结一下几个对待所谓后进生的原则 第一 不要戴有色眼镜 一视同仁 看待每一个孩子 第二 不打压 而且呢 也不要假意夸赞他 因为这部分孩子 其实情声还是蛮高的 他第一眼就能看出来 你究竟表扬他是为了什么 第二 尊重兴趣 用心去挖掘他的长处 第三 应该第四了 第四 找到兴趣点与学科的对接点 鼓励鼓励 批评 鼓励 批评 掌握这样的一个节奏 先开始要多鼓励 后开始批评和鼓励 轮番交叉 上演 让他感到你对他的真心和期待 带领他了解自己 特立短期目标和长期的目标 反复当中 不断推进 真的是要因才是教 不厌其烦 谢谢大家 我是吴小艺 用科普的态度 学语文 一起聊教育 关注 拜乐 拜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吴小艺 因为这个时间确实是比较忙啊 最近大家都知道能够有闲 录视频的都一定是全职啊不足 线上线下工作都特别的多 所以就只能借用今天早餐时间和大家聊一聊关键的信息吧 同事 前同事 之前发来信息说要到我们家来当保姆国 高级知识分子怎么当起保姆来了 确实也是有原因的 这段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很多之前的名班学校名转功了 而且还是非常有名的学校对吧 名校 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老师 我说是处于编制待定状态的老师 那比如说是很好的这个高中或者是初中啊 那么这些学校呢 如果要是上头不给编制 他们会聆聘一些老师 然后可能承诺给这些老师 你慢慢教啊 三到五年我一定给你编制 但是呢 这两年特别的凶险啊 就是就业环境 大家是知道的 一部分免费的示范生 他们可能还没有办法安排下工作 那么还有一部分 可能人家就确实学的是示范专业 可是这部分人还是找不到工作 大学生的这个就业啊 这个打住不说了现在啊 那总之就是有一部分的大学生 他的就业啊 是非常困难的 然后还有一部分呢 是之前滞留的 没有给人家解决编制的老师 所以现在呢 就导致了什么 不是说老师青黄不接啊 而是编制青黄不接 所以有部分的老师 就卡在这个滞留的位置上 这个确实是很尴尬的 为什么呢 你的工作量和之前 是一样多的 甚至转工之后还更多了 但是你的收入是被拦腰砍断的 那为什么刚才我会说和育儿嫂相比呢 育儿嫂大家都知道啊 那个他的月薪在18线城市 也基本都是5000起 然后一二线城市贵的 基本上可以达到2万左右 那你哪怕是一个平均的收入 也能达到六七千 可是现在我们很多老师 你的收入真的确实是没有这么高的 当然说实话 两个工作嘛 你花费的精力 包括你付出的这些劳动的形态 它也是不一样的 但这个跟我聊天 也有开玩笑的成分 但是确实这个玩笑的背后 我觉得透露的是 我们老师的幸福感并不是很高 整体的收入确实是受到了影响 那尤其是在前段时间的各种的这个政策之后 那么我们老师确实也是自身的发展 受到了很多的限制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以凭职称来说吧 你一旦入了编制 那你的职称就要等到上一个老师他退休了 那你才可以空出来这个编制 你往上去平 那如果你不录编制 那意味着什么呢 你就一直在这样的一个游离状态 人家学校很可能说哪天开你就把你给开了 对不对 那有编制的老师呢 可能还有一层保障 所以这也是我们老师焦虑的原因 那今天我们就反观一下 如果是家长你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过去可能比较好的学校 老师是处在工资拦腰砍断 而且工作量又不减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会如何给孩子选择学校呢 然后这一部分的明转工的学校 或者是原本工办学校没有给老师编制的 那会不会导致师资的流失呢 他流失到了什么学校 那这部分老师流失到这些学校之后 这些学校会立即变好吗 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如果长期以往 我们的老师始终处在一个幸福感激低的状态 那他有什么样的能力 爱力和智慧来教育你的孩子呢 不过我们教师还在天天说 我还不如去当怀位工人 那我还不如去当育儿嫂 我不是歧视纯劳动付出的这个职业 你让传递知识去塑造孩子灵魂的工程师 有了这样的一种推而求其次的想法 研究原子弹的 那还不如卖茶叶弹的 那我觉得这个教师就真的是越干越寒心 越干越心凉了 长此以往肯定会影响到大事了 我们的老师如果是卡在这个中间 你的编制还没有 那我觉得你也要谨慎的看待 是否是这个长霸伞要一直扛下去 还是自己想一想 反正未来大家同样都不好找工作 那不如你现在就好好去 蹚一蹚这一滩更大的海洋 看看能不能勃起一点浪花 反正终归35岁之后 任何企事业单位也都不会着 尤其是女性 这是非常非常尴尬的 所以真的只能一声叹息吧 祝大家好运 下一期和大家说一说 咱们考编和应聘 教师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大家好 我是吴小艺 如果你像这样批评学生 我相信学生会百分之百的福气你哦 首先提到批评学生 首要的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不该批评的时候啊 真的别瞎批评 因为话多不甜嘛 总是批评你就会变得婆婆妈妈 而且一个婆婆妈妈的人 其实你在孩子心目里边 是树立不了自己的微信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说一说 在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当中 如果他犯了错 但却在找以下三个借口的时候 你一定要严厉批评 当然也有技巧 我们来看 第一个 我忘记了 我们一般的老师怎么回应呢 你忘了 你除了吃饭 你还能记得什么 你怎么不把自己也忘记带到学校来 其实说忘记的同学啊 本质上我们想一想 其实是你没有强化信息的习惯 忘记了 不是故意的 我是不小心的 等等 这些你都要告诉他 其实都不是理由 那你总是忘事 那你自己要学会总结原因 那么接下来我的建议策略是 提供方法给他 比如说你总是忘记这些事情 那你使用便利天 你调到零 同学之间相互提醒 甚至是有待有惩戒性质的 相互提醒 第二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不是故意的 你是有意的 说句对不起就完事了 这世界上哪来那么多对不起 记住了 没有后悔要 很多同学啊 其实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问题是出发点是好的 难道办的坏事 也要被认可嘛 经常说我不是故意的这类同学 他的本质上其实是对一些事物的原理 他在理解上是有偏差的 而且他始终缺少对不良后果的预判 比如说借尺子给同学 结果呢 动作太大了 一飞划伤了同学的脸 下了课了 冲出教室 然后呢到食堂去吃饭 结果撞倒了半路小学部的孩子 他都会说一句 我不是故意的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结果呢 你就要让他去想 是不是对事情的理解和某个环节的把握上 还有偏差 策略 改变认知 其实有效的说教 有效的良好的沟通 就是要用你的经验去改变学生的认知 是用你的正确的这样的认知 去辅证他的错误的认知 告诉孩子有很多事情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他就是结果导向 必须要看结果 否则老师要么就是网开几面 要么就是逊私往返 而且在处理这位行的问题的时候 我一定建议老师 一定是一视同仁的 只要老师开了绿灯 开了个例 那你整个形象就崩塌了 学生会觉得你不公平 记住不公平这三个字 是当老师的大忌讳 第三个借口 是我不小心做错了 真的是不小心 你什么时候小心过 马虎大王就是你了 等你以后走向社会 你就知道自己问题有多大了 这个不小心做错了 其实本质上来说 还是孩子的注意力 和熟练程度不够 不小心 无论是考试不细心 还是日常行为 自己是个糊涂虫 这个错音是千奇百怪的 但是马虎大意 一定是因为注意力 不够集中导致的 我的策略是 主观原因分析 不是找借口 分析客观的原因和理由 比如说很多同学 平时对于知识点 一练就会 可是呢 一考就错 那这个其实和他所谓的 紧张这个借口 并没有什么关系 本质上 就是他注意力不够集中 被别的事情给分散了 没有注意力 你谈什么理解力和准确度呢 各位 那再有就是 不愿意反复的练习 不愿意刻意的练习 因为刻意练习 是可以形成动力定型的 就像咱们开车 熟练到一定的程度 你不会说因为 自己开车的时候 过于紧张 然后我就不会开车了 或者说 听着脱口秀 你就闯了红灯 就不会开车 那么对项目任务的熟练 可以弥补注意力的缺陷 说的通俗一点 你要么就是不够熟练 那就得练 要不然就是 注意力不集中 这是一个双向刺激 互为因果的一个循环 最后呢 还有一点要强调的是 指责和批评啊 真的是两回事 批评 主要是帮助孩子 辅证自己的认知错误 然后教他实际的方法 去解决问题 而指责呢 就是单纯的情绪发泄 刚才大家也看到我演了 对吧 让孩子呢 感到气氛 沮丧 其实这种气氛和沮丧 是成功的抵消了 他内心的愧疚 教育最难得的 其实就是让受教育者 有悔过之心 谢谢 我是吴小艺 用科学的态度 科普的方式 研讨语文和教育 关注 下期见 初中 很多老师为了抓成绩 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就是一本书发下来 这学期开始了 先把古诗文全讲完 然后让你干嘛 背诵 然后考试的时候 一个字都不取错 确实这个班的整体成绩 它就上去了 对吧 大家好 我是吴小艺 大家都知道 我曾经的话 是全国一所百强中学的 语文科代表 后来呢 如愿实现了年少时的梦 成为了一名语文老师 再后来呢 就当了科研主任 现在又成为了签约作家 所以今天呢 我想说关于语文学习 我呢 还是有点民间话语权的吧 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为什么你从初中 可能升到高中 你之前的语文成绩还不错 但是到了高中 语文成绩却如车祸现场 才不忍睹 究竟为什么会导致初高中 语文学习脱钩呢 学习方式为例 初中的语文学习 要想提分 那是背墨为主 实际是王道 尤其是很多的语文老师 为了让班里面的整体成绩 获得提升 基本上就是放开 现代人不讲 有没有 直接每一学期开始 就先把古诗语文给讲了 让你背的 滚瓜烂熟 考试的时候 一道题都不取错 对吧 那其实这个是老师提分的一个基本的办法 比如古诗赏息这种题 初中 靠背 那又是实际层面的 而高中呢 靠赏 这是赏息层面的 如果一首古诗 你连读都读不懂 那你谈何诗息呢 初中 你翻译了就能读懂 初中的诗不就是春眠不觉晓 唯一难读懂的 就是那花落之多少吗 对吧 高中每个字你都认识 但是它合成一首诗 你突然间发现 解就是读不懂 也就是读懂 整首诗 在我看来可能都是行为艺术 什么叫咸敲棋子落灯花呀 你要理解花落之多少的情感 你还要理解黛玉荡花这种行为艺术 这种咸敲棋子落灯花 它背后深藏着的情绪和情感 你遇到过脱口秀大会 全程看下来不孝的人吗 一 说明这种人不看读懂八卦 第二 没有生活经验 对吧 那其实诗歌就是一个读梗大会 初中 你如果没有遇到一位 能够将你上天入地之法的语文老师 你高中确实是难了 再比如说作文的问题 那就更突出了 过去 在初中 苏氏欧阳修李清照 排比剧张口就来 还屡试不说 发现高中这么写 得不了高分了 找素材 去背了一堆 可要么是不会用 要么就是太牵强 不得要领 为什么 你想一想 你的语言背后有多少含金量 有思维参与吗 仁州登月和张桂梅老师 他有什么联系 那如果你要是拿给我 我也可以深挖出民族自信 谈女性的独立自主 我甚至可以都用到 时间的沉淀这个主题上来 哪怕一个素材 你也要做好思路开发 多维度去思考 探索他的内在逻辑和接口 像小朋友玩的那个雪花片 看一下 你的接口越多 你思维发展能力就越强 证明你的这个素材 被开发的就更到位 对吧 你考场写起作文来也会如鱼得水 那你问我是怎么思考的 那我会告诉你我是天生的 你是不是更绝望的呢 其实啊 就是读书读来的 那读书的视频 老吴更新了一期又一期 对吧 希望你多看一看 那我们今天呢 先来说一说 怎么学吧 首先 力得数人 你必须吃透 这是选拔人才的这个风向标啊 各位 你有担当 有责任 有理想 有文化 还要充满着民族的自信 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日常学习中 更重要的是你要秉持这样的信念出现在你的考试答题当中 因为你是这套题的作者 别怪我 没有提醒过你啊 总的学习原则 自主 自律 自物 看小说 自律和不自律的区别非常大 如果你是一个自律的 懂得去学习的人 那你看小说 不会流于情节的娱乐性 而是从语文学科的角度 去赏悉 这本小说 这个东西啊 全靠自律 你在读的过程当中呢 还要去悟 把你这个体会变成自己的营养 学霸之间的竞争确实在于语文 那语文的卷王其实就是文学类的文本 你为什么考不好 不怪教材 不怪老师 我今天说句实话 因为它真的不是常规意义上的高考题 你就好像数学的那个压轴题 你如果会微积分 就会很容易把它解析出来 但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会 每一个老师都能把它通俗的讲解清楚 语文也是如此 想要考高分并不难 也不耗时间 最重要的是 你能把中文系里的核心课程和文论概念 用通俗的方式高效的传授给高中社 这是我经常跟老师们说的 那比如我 初中时候我就在看中文系研究生的论文了 而且看得津津有味 如果真有学霸脑 我想这就算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吧 你一定会说 我爸妈是不是就教中文的 是吧 我告诉你们 和中文系半毛钱的关系都扯不上 我爸爱看之音 我妈爱看读就 同学问这算不算超前学和降维打击呢 如果有机会学 那我想说你又能拿我怎样呢 对吧 好的 咱们不扯远的了 就非常务实的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同学 要如何学好我们的高中语文呢 今天老吴说正经的给大家五点建议 首先第一 必须重视课本 抓牢基础 《红楼梦》和乡土中国 高一开始就读 文英文要形成语感 多朗读 被例句 最好的教辅干活是自己总结给自己的 第二 拓展阅读 积累素材 作文呢 要写出思辨性 有自己的角度 随时随地积累素材 那阅读有语言质感和思维品质的书 这样就便于你去更好的高效的去积累素材 第三 以考定学 全程备考 以每年的高考题为导向 那你找到学习方向 及时更新自己的学习方法 第四 关心 实事 学以致用 那个热搜 热议 你不看 那娱乐八卦 你都得看一看吧 你不能一点都不知道吧 推一万步 当年的热点新闻 你得了解一下吧 是吧 第五 130分以上的语文 记住 一定要突破高中知识的极限 向大学中文戏去 要分 那具体要掌握一些什么内容 老吴将在后续的内容当中 一期一期给大家更新 谢谢大家 我是吴小艺 关注我 用科普的态度 教语文 学语文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们今天聊一聊 背诵 这件事 我相信大家从小到大 都会遇到 背诵 全文 这几个字 那我相信有很多同学 就是这四个字 几乎是成为了你一辈子的恐惧之所在 也成为了你 不喜欢语文的起点 有没有 其实你要问我 这么多年 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语文粉丝 我讨不讨厌这几个字 你要说讨厌吧 确实有点 为什么你要强迫我去背呢 但是如果不讨厌呢 我又确实觉得就是你背完的文章 确实是会在语感上对你有所帮助 但是我今天不想从这个角度谈背诵究竟好或者是不好 我想更深层次的探讨的是什么 每一所学校啊 都有老师 他们为这个平均分挣破了头 可是你们知道吗 就是这个平均分 没有学生和家长从这个层面考虑过平均分 究竟会对一个老师产生什么影响 进而影响到你对于这个学科的学习 那我们今天就这么说吧 很多同学觉得 哎呀 这个默写没有必要这么死抠 是吧 可是为什么有的班这个语文成绩好 那你会发现老师就是在死抠这个默写 但是死抠这个默写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每一天要花大量的时间和心力在重复上面 因为有很多东西就像我们说那个数学 比如说立体几何也好 微积分也好 你学不会的人 我说实话 可能你给他再长的时间他都学不会 但是语文这个东西 尤其是背诵的这些东西 那其实你要花时间 他就一定可以得高分 甚至他就可以得满分 对吧 所以呢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分不多 有的省市其实中考就只有四分 多的可能有六分 过去可能会有十二分 但是不管它是多少分 这个分其实通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 也正因为它可以达到 你们知道吗 那下边老师就会为了这道题 而不择手段 去让你们拿满这道题的分 那么可以变态到什么地步 读背 抄 背不得的就占 对吧 占不了的就请家长 请家长回去继续背 那哪怕你做在梦 做梦的时候 你能够把它背完 那都是很赞的一件事 可是你们发现没有 这道题会占用你大量的时间 阻碍你的思维发展 你的思维一旦 没有时间去发育了 那就像我们打游戏一样 你打王者荣耀 你都没有时间去打野了 你都没有时间去把你的buff提升了 那你说你未来在对战的时候 你有什么样的能力 那你也一定会说老师又不是傻子 对不对 那得高分 得好分 至少对我们也有利 对我们升学有利 我想说你们考虑过这个层面 没有 就是一道题 我说末写题 它的满分 比如说是六分 你的平均分班与班之间的差距 其实很可能就是零点五分 也就是你们每一个人 在这道题上的表现 很可能直接落实到最后的排名 就是老师最后的绩效 就是这个地区 这所学校最重要的